在深圳通常在横置核心地位已经确立的项目上 它的未来可能会没有太多预期了 说人话老百姓说了该有的都有了 那未来是什么呢 所以就会导致核心地段它的物业的价值高起 价格比较贵 但是它未来可生长预期 反而没有那些就是规划中正在蓬勃发展的区域 有更好的潜力 但精灵特殊在哪呢 它就因为我本身已经处在一个福田很中心的位置了 但是我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机遇在等着它 精灵它因为有核套的规划 有着深港融合的这样一个契机 所以使得它有了很好的现在 城市核心地位又有着很可观的未来 我们这个地段是在深圳的福田区 福田的话它也是经济 政治 文化多元的一个中心 交通非常的方便 无论你是到罗湖火车北站 还是到亚洲最大的地下火车站 福田站 地理位置非常的独天雄厚的 黄港口岸的目前是正在重建唯一的一个24小时通关的一个存旅口岸 它同时它有配备三条城市线 两条地铁 一个购物中心 一所公立学校 另外一个就是这种不可复制的景观支援 西北上的话是看中心公园景观 然后同时它也可以看到比加山 莲花山 唐岚山 年明的山脉 福田CVD的夜景 你都可以看得到 在我们的东南面就是看香港核桃的景观 我们这个是金庄交楼 也省去了你的这个装修的这个烦恼 现楼发售 你所见即所得 作为经典项目非常适合于在深圳的高端人才 包括对品质生活有追求的这样的一些人士 他可以三口自家 可以是新婚夫妇 也可以是单身贵族 首先我们这个样板间的交付是金庄修 定位上是有三个维度 一个叫实用性 一个叫品质性 一个叫艺术性 能够让他自己感觉到 这个家伙是越来越喜欢的那种感觉 我们作为设计师 确实看到了开发商的这种良心的这样的一个付出 真金白银 采购每一分每一块的这样的产品物料 物料好 它就品质高 例如说我们的这种瓷砖 厨房的厨柜 卫浴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品质的品牌 针对住宅的质量的通病 我们制定的防治方案 主要就是卫生间的防水防漏问题 墙面的发霉的问题 室内的隔音的问题 我们都有专校的方案 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方案 包括我们对一些材料的选用 来确保我们这个完工的这个产品 是能够给业主提供质量保证的 每一个我们用到这个经理项目的这些材料 包括它的主材也好 辅材也好 我们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测 主要是确保它的绿色 有环保 每一个服刑在交付验兽之前 都进行了严格的空气质量检测 对我们的室内空气里面的甲醛 本 氨 东等这些污染物 危害物做一个指标的严格控制 必须确保符合国家标准 才能够交付于业主使用 我们这边很多的业主都是毕业于世界 知名的一些大学 例如说麻省理工大学 其实他们也可以说 花500万在关外买一个大一点的三房 他们为什么选择花500万在金岭买一个两房 其实他们对于他们的生活品质 生活配套 他们是有追求的 在目前整个深圳市场上面 小面积断的住宅项目很少见 低总价花500万能买在福田中心区 是很难得的 十多年前就有地产大佬 请你说我这个未来的深圳就是香港 未来的龙岗平山坑子才叫深圳 但其实现在来看 已经看得见了一个趋势了 所以这个也提前了 大都市群这种规划下面 这些口岸性物业未来可预见的价值 真正的可能未来的双城生活是什么呢 就是当核桃整个规划起来以后 这个片区它就像一个特区中的特区 可能连关这个词都没有了 要享有这样的生活 第一步就是得有一个口岸 附近的这样的物业 你才有可能去登顶这种生活模式 当核桃这个地方起来的时候 真正的让深圳 从一个国内的一线城市 要升成为一个国际的一流城市 在不远的未来一定都可以实现 所以购买金领价值类似这样的物业呢 就未来无论是升值保值 还是说将来去享受深藏融合的很多资源的话呢 它会站在首位 相当于是一个门户的价值吧 是一个门户的价值 是一个门户的价值